哎哟,我又捅纯银窝了 这是今年的第三窝纯银宝宝 后面估计还有三窝 Oh my god 我可以做纯银宝宝大户了 幸亏样子都十分可爱 每一只都是包包年 今年用一点新的电料给他们弄一个新窝窝 这是刚到的还新鲜滚热烫 都是用白羊木做的 做出来像木碎碎一样 后铺简直是不要太好了 还可以打洞 筑巢心也很好 上面给它随便抓上一点亚麻纤维装饰一下 这个手感很特别 说它像草碎捏又不像 扑上去之后整个笼子很干爽 再放上一个大跑轮 还是老演员大石盘 主要是窄窄多 所以石盘一定要用大的 不然他们会挤破头的 再来点黑羽熊娘 随便到咯 角落再给他们放上一个厕所 再来点香香的尿沙 这个笼子不算很大 所以家具我一般都放很少 小熊熊都是需要走动的空间的 况且这一窝有十二只这么多 所以还是老三呀 现在就把这一窝小崽崽掏出来 性格真的是超级乖 抓起来软呼呼的一团 冬天简直就是一只软手宝啊 最后的小熊熊们都找到自己的宫位了 这个打洞装到这个窝里面 那个打洞装到这个洞里面 也太可爱了 那我们就来给崽崽们做顿大餐 纪念一下这特别的一天吧 好久没吃的糊糊 再来一勺小麦配芽 加水搅拌均匀 现在来给崽崽们分盘 除了兔阿黄 一共是五只崽崽 所以今天是五个盘子 不是我特意忽略兔阿黄哈 主要是他现在还在治病呢 再来个牛角包 分的时候我还怕会少 没想到刚刚好 正好五个 也是好久没吃的零食了 酥豆的草莓小馒头 这个小馒头总是让我回忆起我的童年 你们的童年会有小馒头吗 马卡饭团 白色的是原味的 黄色的是芝士味的 看这一筐黑乎乎的 你们想到了啥 这个我们叫桑顺 一鼠一串 我都尽量给他们挑大的 五颜六色超好看的桃心糖 很有热带水果的那种感觉 一鼠给两粒就好啦 接着是可以控制雪糖的眼眉球 放到糊糊上 红配绿什么的最洋气了 今天小金和小兰都知道 该吃自己碗里的了 他们也和仓鼠一样 老喜欢囤好吃的 给你们表演一个节目 怎么样是不是很羡慕 哈哈哈哈 别人钓鱼 我钓鼠 哎 就是玩 前面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叔叔 他每次都是小心翼翼的 钓走好吃的 拿眼也自动相信啦 直奔着糊糊就来了 这位西窗气贼大的男孩子 我们就不打扰啦 哈哈哈哈 这位西窗友 也尽不过 和没打扰